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女人都要懂得爱护自己 要爱自己 要照顾自己的身体 那其实呢 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 就是说子宫呢 就是我们女人的第二颗心脏 我们都很懂得要保护 要保养皮肤 但是我们好像很少听到人说 要保养子宫 其实保养子宫才是让我们 保持年轻 保持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 所以今天呢 我们请到这自然系美女 中医师张文心 张医师来到现场 欢迎 主持人 大家好 我是中医师张文心 很开心可以来到这边 跟大家分享我的新书 对 因为呢 这一本自然系美女 就是要让你变得超西津 对不对 我们张医师的新书 就是要告诉大家 要变成自然系美女 就是不是人工的哦 是天然的哦 天然的最好 对不对 那怎么样才能就是 是真正那种自然系的 就是由内而外的美出来吗 对 因为其实现在很流行 就是微整形啊 对 或是一些比较大的 像抽脂一些手术 那但是其实啊 女生如果要瘦的久 然后要漂亮的久 其实最根本的要从妇科开始保养 才能够就是持久 没错 因为其实你靠这些手术啊 你听到的很多真的是 他负胖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然后再来是他对身体 可能是一个比较 一个侵入性的一种做法 其实是比较伤身体的 对 其实如果你真的要做 就是没有太反对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去维持它 而且还要保持身体的健康 因为有很多人 就是你没有顾好你的子宫卵巢 然后妇科一旦有问题 内分泌失调你就比较容易发胖啊 对 水肿啊 甚至有时候就是长了满年痘痘 或者是长斑 提早衰老 这都会 对 因为我最近 因为我后评就是 因为这个内分泌失调的关系 它有这个 就变成它的体重 一直没有办法控制住 所以它就是伴随着一个 那个叫多囊性软潮 对 像多囊性软潮 就是女生例如说因为压力大 或者是有些是因为 就是过度肥胖的问题 那过多的脂肪细胞会干扰到 我们排软 然后呢 就是没有排好的软 就是在软潮上面 就是层级一个一个 就会变多囊性软潮 那这样子的月经失调呢 它可能就是会相对的造成 像我曾经有个病人 因为月经失调 然后它一年整个胖了五公斤 也有人甚至胖到十公斤都会 对啊 所以这样体重真的是 就没有办法下降 然后再来是你身体就变得不健康 所以我们要从根本做起 就是要把你的子宫顾好 对不对 那因为我们男女有别啊 女生就是有这个子宫 所以其实我们才要更懂得 如何去保养它 所以让大家更了解一下好不好 为什么这个会影响到 我们整个女生的一个外在 其实妇科啊现在比较常见的 就几大问题 就是说像卵巢部分 刚刚就提到说像是多囊性卵巢 就是慢性不排卵所造成的 然后这样子呢会影响到 就是除了说容易肥胖 所以血糖的调控有些失常 然后呢月经你的周期不好抓 甚至会影响到我们女生 想要怀孕抓排卵期的日子 对那像在舒婉管这边的话 比较常见的有一部分是 大家常听到的巧克力囊种 也就是它是子宫内膜异味症的一种 那其实舒婉管软巢这边呢 就是会比较有这些问题 那它可能会整个造成 软巢跟舒婉管这附近的 因为那个就是逆流的一些筋血 然后就是异味的细胞 然后跑到这边来 那随着月经周期冲血 然后它可能排不出去 久了就是在卵巢啊舒婉管这附近 会形成一个像巧克力色的东西 所以我们俗称叫巧克力囊种 这会影响到我们女生排卵的通畅 然后还有筋痛的问题 那再来呢就是在子宫这个部分呢 比较常见的是子宫肌瘤 那子宫肌瘤呢 其实就是比较容易有一些 像有些人会有一些筋痛的问题 然后或者是有的人血会大崩 或是滴滴答答答滴不干净 那最后呢在子宫颈 就是靠近阴道口这边 比较多常见的问题呢 就是一些女性的像阴道的疾病 好现在白带的问题很多 然后有些人可能白带一感染 就是例如说大家常听到的 念珠菌感染 可能一发生然后你不去顾它 可能反复发作三四年以上都会 反复发作 就是你说这一次治好了 然后它之后又会再感染 对就不断的就是 如果你没有从体质去根治去调 可能就有病人就是不断的吃抗生素啊 然后塞塞剂 然后都没有好这样子 那这久了会不会影响到 那个生育能力啊 间接的会 就是你可能 例如说你如果阴道感染没有治好 然后它上行性的感染 造成子宫啊 卵巢的一些感染发炎的状况 久了也会影响到 对重点是应该就是本人 我个人会非常的不舒服吧 你会呈现一种就是应该很 有些人会比较异味啊 骚痒啊 对 然后会非常不舒服 因为会湿湿大大的 然后又很难以歧视这样子 对而且说真的 这种妇科的一些小毛病 所以女生通常都 真的就是比较不好意思去看医生 然后又怕就是去看医生 遇到的是男生 然后又要找女生 就是你知道 又不是每一个那个中医师 对都是女生 都这么漂亮 我们可以觉得很好奇迟 很容易去看 所以就变成就很容易 大家就是一拖再拖 然后延误了一些治疗的时间 然后造成后面很可怕的状况 所以我们今天呢 要告诉大家 有些生活习惯 你就必须要改掉 因为这些生活习惯 就会造成你对子宫的一些 莫名的伤害 对不对 这些生活习惯 一定要来改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让子宫软潮提早老化 还有一些生病的危险因子 有什么呢 其实啊 像其实现在常见的就是 其实现在有很多 像不管是子宫肌瘤啊 巧克力囊种啊 多样性卵巢 都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 是 因为就是没有好好的保养 那大致上呢 例如说像饮酒过量啊 然后吃冰 或是很爱吃寒性的东西 那像有一些人呢 就是自己觉得健康 可是他体质不见得适合 可能一大早起来 就空腹喝了冰冰凉凉的蔬果汁 然后觉得说 这可能对排便有效 那再来呢 像有一些 很多人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 然后自我要求高 可是你情绪又没有出口 然后再加上呢 可能又熬夜 然后坐席颠倒 然后没有好好的休息 甚至就是常常就是 久坐久卧 然后就不爱动 那这些呢 就是大致上呢 不管是你从压力 生活作息或饮食 这三个方面来说 都会大大的影响到 我们子宫软潮的健康 所以你说 如果这边有三个勾勾 就要提醒 要注意自己软潮子宫的健康了 是不是 就是要给自己一个警讯说 你该检视一下说 自己到底有没有 MC方面的问题 这样子 而且像这个含粮性食物 像夏天 大家一定就是会吃西瓜 水泥 这种水分很多的 对 那柚子葡萄 柚子至少还会等到 这中秋节附近才吃 对 而且像葡萄柚 有的人又觉得说 可以减肥 可以帮助去脂 可是其实啊 如果说妇科有问题的人 或是你本身是含性体脂 然后你也不太了解的人 然后你可能有白带啊 筋痛这些问题 然后又去吃大量的葡萄柚 大量的 然后这时候呢 就很容易慢慢累积 然后对你的子宫造成一些影响 让它比较偏寒 所以这些食物我们其实都应该要少吃耶 火龙果跟香蕉也是喔 就是不要大量去吃 然后尤其是不要空腹吃 你可能是要再吃个热食 或者是喝个热开水热饮之后再去吃 所以吃 那个什么 都是你爱吃的吗 吃生菜沙拉之前要先喝个热汤是这意思吗 例如说你可以喝个热开水之类的 然后或者是说 你在 你可以在 因为正中午是人的阳气比较旺盛的时候 你可以在正中午的时候吃 然后不要吃太多 像我有些病人他可能 就是曾经有病人就为了减肥 然后他三菜都吃生菜沙拉 他其他也不太吃 对 然后就可能就是又觉得好热 然后喝个冰饮 他就曾经就三个月MC都没有来 对啊像我之前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 跟还没有念中医之前 就是我以前也很喜欢吃 就是夏天就吃西瓜 然后都叫我妈不要切 就是可能他是切半而已 或是买四分之一出来 不是我不是直接用 可能我是用汤匙去挖 你直接挖 然后看完一个 就是电视可能看一个小时 过半个小时我就把它全吃完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然后又很爱喝珍奶冰的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也不确定 就是反正就惊痛嘛 然后也不觉得那个 跟这些什么西瓜 什么就是有什么关系这样 然后后来学了中医才慢慢了解 原来这个其实是会影响的 所以其实看每个人的体质啦 但是如果你是要 要顾自己的复刻的话 但是反正是冰的 然后含量的食物 就是尽量少吃就对了 或者是你在旌旗的时候 至少尽量不要碰 因为你精神的时候吃 它会造成就是 精神逆流 那逆流久 有些所谓的异味的细胞 它就是跑到不该去的地方 所以它就很容易造成 子宫内膜异味症 OK 所以你要让它排干净 你身体还是保持一个热热的状况 状况就对了 对 了解 所以你就是要了解 你自己的一个周期啊 对不对 然后而且至少 那个来的时候 先不要吃 忍耐一下就对了 好 那其实带我回来呢 我们再跟 请教我们的中医师 张医师呢 来更了解 就是说女生在复刻上面 还有什么要注意保养的地方 请教我们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女生真的要好好保养自己 因为说真的 年轻靠本钱 不年轻靠保养 我差点讲成花钱 因为是一种 花钱也是一种 对不对 那所以一定 你会保养的 你一定是年纪就是会 看得起来比别人 就是稍微年轻一点 这是一定的 重点是健康 也不是外表而已 是健康的程度 那你刚刚有特别提到 那个表里面有一个 就是说压力 什么紧张 或是焦虑 这一些 也会影响到妇科的 会啊 因为像中医的理论 肝藏血 那肝它就是 不是折奖西医的肝 就是跟我们 情绪压力的调节 或是跟你熬不好熬夜 其实都有相关的 那肝藏血会调控 子宫的收缩跟血量 所以呢 就是像有些人 压力大的时候 你会发觉就是 他可能没有吃冰 可是经期还是痛的 或是他压力大会造成 有时候会造成没有排卵 那没有排卵 可能有两个情况 一个可能就是会MC的量变少 一个就是MC会delay 或是压力大的话 中医讲的肝气郁节 可能金钱症候群 像胸脏啊 头痛啊 甚至像我有的病人 会头痛到吐 就是压力就是压力大 其实会造成很多金钱症候群的状况 对 或是甚至出来的时候 像有的人 就是子宫收缩不好 可能第一两天 你会发现出来 走一点点咖啡色 然后后面第二天 第三天才真的出来 其实这个都是 那个情绪上会影响就对 因为我也曾经看过 就是真的压力大的女生 是一紧张 她可能最近有一个很大的什么案子 一紧张 她结果是 很痛 月经就不来 甚至不来的 或者是很痛 对 像很痛这种连许愿卡上面 都有人写说 希望下个月月经不要痛 就知道她有多痛 痛到要去庙里面许愿 对啊 他们有的一天吃很多颗止痛药 然后甚至打止痛症 都还好而已 有人会痛到这么夸张 我以前国中有一个同学 他痛到在地上打滚 然后竟然老师还觉得 他是装神弄鬼 觉得他会被俯身 他其实就是月经痛 可是你看他痛成那样 你真的觉得已经 你无法想象的 因为他那个痛法 是你觉得真的有点太夸张 是已经在地上滚 而且有时候你痛到 就是请生离假 并不会令人羡慕 因为你是真的很痛 你根本也不可能去哪边 对 我以前就是负责那种 送同学回家的那种 我都觉得好可怜 怎么会痛成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你 你如果先天已经不良 你后天不照顾好 那更糟糕 所以你要了解一下 你这个周期 然后每个周期有一个 适合的保养的方法 跟照顾自己的方法 我们请医生来告诉我们 好 你看这个什么 雌激素跟黄体素的 一个分泌的状况 通常我们很简单 假设说你的周期是规则的 大概28 你可能就是前后扫几天 或多几天 那个没有关系 只要你没有不舒服这样子 那当然就是你MC来的时候 或是金钱可能一周开始 一直到MC来的时候 可能比较不适合吃 寒性的食物 像还有冰 像刚刚我们聊到的西瓜 然后葡萄柚 还有冰品这一类的东西 然后呢 在旌期结束的时候 也就是排卵前一周 就是绿炮期 我们新的绿炮会开始成长 那中阴的理论 血是属于阴嘛 就是阴长期 然后就是高温期 排卵之后是属于高温期 叫阳长期 那阴转阳就是促进排卵这样 那这时候呢 你旌期刚结束之后 我们女生啊 可以多吃一些补血的食物 好像其实 像有些子宫肌瘤的人 并不太适合喝酥汤 那这时候呢 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子宫肌瘤 或是一些乳房疾病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吃一些 深红色 深紫色 深黑色的食物去补血 例如说像蔓越莓啊 苹果啊 葡萄 樱桃 黑末 这一类的 那在其实高温期的时候呢 就是这时候我们体温会升高嘛 那其实这时候呢 就是顺道提下 这时候我们女生呢 开始皮肤就可能开始 油脂分泌会比较旺盛 因为黄体素的影响 然后也会比较容易长痘 然后金钱也比较容易有症候群 所以呢 尤其是你平常就有痘痘 就有金钱症候群的人呢 可能在就是这个时期 就是金钱一周 有的金钱七到十一天 开始会有些金钱症候群的人 这时候呢就要记得不要太晚睡 然后咖啡也不要喝太多 因为你喝超过两杯 可能会更紧张焦虑 然后呢炸的辣的少吃 保养我们的皮肤 比较不会长痘 了解 所以你知道顺着这个周期 来做保养就对了 就是保养妇刻跟皮肤 而且有很多人真的 那个金钱症候群很严重 就是要来的前 对就是前几天 就开始会大发脾气 或甚至莫名的焦虑 或是忧郁的 会失眠啊 大失眠之类的 对啊 这其实跟刚刚我讲的 就是压力大 就是压力大 自我要求高的女生 比较容易有 因为就是中医讲肝气的调节 容易肝气郁节 气郁化火 所以就很容易火大 然后睡不着啊 或是头很痛 痛到吐都会 那我很好奇 像我们 这个是很规则的情况 我们当然可以算得出来 我们怎么样 就是在每一个周期 做一些保养 可是如果它是乱的呢 就是它完全是没有一个 固定周期的 如果你今天没有一个固定的周期 你就要就是可能要找中医师 或是妇产科医师 进一步的检查跟条例 因为其实没有固定的周期 刚刚有讲过 例如说 我们有很多因素 例如说太胖压力太大 或是可能你内分泌失调 好像有些 秘乳肌素的问题 假装腺抗肌的问题 都有可能造成我们排卵的失调 那排卵异常的话 没有排卵 你要么就是delay 要么就是会来 可是量非常的少 像我们刚刚说的 多囊性卵巢 或是有些秘乳肌素过高的人 就是都有很多这种状况 对 那所以它如果不规则的话 它需要就是去吃什么 调精片这种 就是让它可以规律一点吗 其实像就是所谓的 就是我们还是很简单的简称 就像避孕药去调精 就28天或21天周期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其实月经失调从中医来看 它有分成很多种原因嘛 那当然你要就是用荷尔蒙药去辅助 这个部分当然是OK的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从体质 看你是属于压力型的 气血虚或者是身体的湿气比较重 然后会影响到内分泌失调这个部分 从中去处理 那通常呢 我会建议病人说 如果你其实只是偶尔 delay个一个礼拜 好 当然你要确定你有沒有怀孕嘛 通常就是不要急着 就是delay两三天 就开始买验晕棒 可能就是验好几天这样子 对 就是有的人会太紧张 那如果说呢 你确定没有怀孕的可能 那你今天就是超过了一个礼拜 或者是两个礼拜 这时候你可以就是 先用中医的方式调理 好 那其实呢 如果说你超过 例如说两个月以上 到三个月 甚至更久 这时候呢 我通常会叫我的病人 就是进一步的搭配 妇产科医师的检查 对 看看一下子宫卵巢 到底有没有什么状况 或者是甚至可能 我们现代医学所讲的 脑下垂体 也就是影响到 是不是内分泌有问题这样子 对 如果真的 突然隔太久没有来 又确定不是怀孕 那一定是要看医生了吗 那有一种是大 就是量很多很多那种 就是有点像雪崩这种 每次来都量超大 这样子也有需要看医生吗 也是要检查说 可能你到底是因为子宫肌瘤 是长在子宫层的内侧 而造成你整个冲血的表面积太大 还是因为说 是因为黄体素的问题 就是或者是在中医的理论来讲 就是可能是属于气虚 或者是说 中医讲说身体有虚热的时候 也可能热会破血旺形 让它大崩或停不了 所以其实这还是都会从 根本上从体质去看的 所以就是要看每个人的体质 来做不一样的一个判断就对了 对 但是你会发觉说 就是像有些人会固定在 比较常见的一些 比较没那么严重的崩 就是滴滴答答比较久的那种 很多人都是在 人比较疲倦的时候 也就是气比较虚的时候 这时候子宫收缩就会比较不好 所以有可能滴滴滴 就会大于七天以上 那基本上你如果七天以内会结束 然后不会太不舒服 这个都不用太紧张焦虑 OK 对 大家应该没有人很欢迎 大姨妈来太久吧 对 可能也不会欢迎不来 像有的就是我曾经有病人 就是年轻的小朋友就觉得 反正不用卫生面真好 没有MC来就不要痛也不错 对 但是其实这后面 是要暗示我们警告我们说 是不是你身体出了问题 所以要很认真的去重视它 没错 而且我们都有听过一些 就是女演员然后女艺人 就是说什么拍戏压力大 一紧张结果有什么 三四个月没来 像这种状况都是不太正常的 对不对 对 因为日夜颠倒 可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肝肾虚 那肝肾虚就很容易造成 内分泌失调 是 那就是说 大概多少量才算是正常的 我们要怎么样来判断 其实如果从就是几cc 我觉得我们又不是专家 不可能说就是觉得 就是从那个去看 那但是就是你可能 就一般我们的习惯是 就是两到三个小时去换一片 就是说换卫生棉的这个频率来看 可是你一整天就换不到三片 当然可是其实 这还有跟个人的卫生习惯有关 就是所以就是 我是觉得就是通常我们会讲说 你如果一整天换不到三片的话 可能就是而且相对于之前 相对于之前自己跟自己比 然后你可能就是 自己有明显的感觉到 总量变少 例如说它可能是天数缩短 或者是说它可能当天 就是来的量变少 对 所以这个状况呢 可能就是要去寻求医师的 调理啊 诊断这样子 要少到多明显 就是你说一天本来可能正常 一两三个小时换一片 那一天下来可能换个八片吧 七片 八片 其实就是说你真的 就是说一整天可能换不到三片 然后或是偶尔少一点点 但是它下个月可能就差不多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用太担心跟焦虑 了解 那很多人会说 那个怀孕啊 还有坐月子是调妇科最好的时候 你是这样认为吗 其实就是每个生理期或是产后 都是女生重建的机会 就是每次重建的机会 这时候你把握的好 你可以顾皮肤 然后又可以把握黄金的瘦身时期 然后又可以就是把握时机去 甚至顾到胸部啊 然后保养妇科 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重点 所以是每一次生理期 不是每一次生小孩 是每一次生理期都可以做保养的 那大家一年有十二次啊 我们还不好好利用我们身体 给我们的优势 所以待会儿回来 我们就要请教我们张医师 到底要怎么样 每个月一次好好来保养自己 欢迎回来 继续呢 我们就要请这个 要让你很自然成为自然系美女的张医师来教我们 所以你说每一个月的这个 旌旗晚都是一个保养的时间 那那时候我们要做什么 因为像其实 如果我们很在意瘦身的问题 好 这是像我们旌旗结束之后的两周 就是旌旗前后各一周 其实是蛮黄金的一个减重期 这时候就可以加强 就是做一些运动啊 促进代谢 这时候做效果是最好的就对了 对 然后像我们旌旗刚结束的时候 刚刚有提到说 除了四物之外 然后我们还是可以多吃一点补血的食物 或者是 例如说煮个 就是药膳啊 来补补身子 就是补气血的药膳 那其实例如说 里面可以加一点像黑木耳啊 然后或是红枣啊 枸杞啊 然后黄�芡啊 来调调我们身体的气血这样子 所以一般大家会 最容易联想到就是四物啊 是四物糖 所以是在进期结束之后 喝最好的吗 但是如果说 你有一些子宫肌瘤的疾病啊 巧克力囊肿的疾病 或者是有一些乳房相关的疾病 就是跟雌激素有关的 那其实在违线上 就是有喝四物糖 这个部分是有争议的 但我觉得有争议的话 就是尽量避免 因为你其实还是可以 刚刚我讲的一些简单的药材 然后它不是次物的组成 可是一样 例如说加点合手 我还是可以补到血的 了解 就是要看自己的那个 身体的状况就对了 那还有一种就是说 在每次大姨妈好朋友来的时候 就会伴随着拉肚子 就很容易会拉肚子 这样是为什么呢 其实像有些人是 因为身体湿气的代谢不好 那其实就现代医学来讲 就是像我们女生因为荷尔蒙的变化 所以在经期来的时候 排便本来就会比较软一点 那就是有些人 所以你会发现 就平常便秘的比较严重的人 MC来的时候会跟你讲说 其实它经期来的时候 排便就会顺一点点 可是如果平常 你的身体湿气是比较重的 那当然这个部分 中医师可能经由把脉 或者是看一下舌 它有没有比较厚 然后还有一些症状去佐证 那这个人就是平常 他如果湿气偏重 排便已经偏软的人 很容易在经期来的时候 因为这时候 就是气血循环 都比较集中像子宫 那相对的 肠胃的调节力就会变差 那处理湿气的部分就变不好 那所以呢就更容易拉肚子 甚至不成型 是因为这样子 因为之前有一个报道 就很可怕 就说这个28岁的女生 她就是每次 大姨妈来的时候 就狂拉狂蟹 那她就是自己就 想说都是拉肚子 一定是吃坏什么东西 所以她每次就是 吃止蟹药 然后自己去药局 也没有去看医生 自己去药局 就自己买药吃 就后来才发现 你知道因为隔了很久 她自己才后来去检查之后 才发现她是什么 子宫内膜异味 其实这个部分 刚刚是讲说 就是体质性的影响 那就是当然你就是长期来看 还是要看一下 后面我们一些潜在的疾病 那其实子宫内膜异味症 就是大家也不要觉得说 今天就是我惊痛了或什么 就是觉得我就是 子宫内膜异味症 其实像因为 这些异味的细胞 它可能就是说跑到肠胃 它就有一些 比如说排便比较窘迫 或者是腹泻啊 或是便血这个状况 而且这个周期是跟着MC的 就是说你平常如果就一直这样子了 那倒是不一定 对 或者是像就是子宫 就是比如说它可能在 异味的状况是在软肠 然后有些人就会有些 排软痛的状况 或是你来的时候很疼痛 然后甚至有些 就是像我遇过比较夸张的例子 还有就是经起来会咳血的 咳血 只有经起来才咳血 对 那这个呢 就是它异味的细胞 就是跑到就是跟 就是气管方面有关系 这是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 那或者是这样子的人呢 也常常在就是 经起过后一周 就是腹部还是持续的疼痛 就是你可能还是有经痛的感觉 那这时候你可能就是应该检查了 所以其实如果你发现 你有一些行为 有些症状 跟着周期 月经周期有状况的时候 这时候就应该进一步的 与中医师或是复弹科医师 就进一步的检查跟讨论 OK 所以一般这个子宫内膜异味 有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就是一些什么症状 比较常见就是 你可能过了经期还是会痛 就是经期过后 因为很多经痛都是经前 就开始痛了 但其实这个状况也不一定 所以呢就是说 你如果跟以前的经痛方式不一样 或是你长期就是很痛 其实我觉得就是为了保险期间 还是会建议进一步做相关的复刻检查 那为什么它是会 它的那个拉肚子是 后来是子宫内膜异味 是它为什么会造成那个 它一直不断拉肚子的原因 因为就是刚刚说的就是 你的就是 因为它有不同的机制于解释嘛 就是说你今天就是经血 这些经血细胞内膜 子宫内膜 异味到其他地方 所以它异味到它的肚 肠子吗 对 就是异味到肠子的话 它可能就是跟着MC周期一起冲血嘛 那你可能是便血啊 可能是腹泻啊 可能有些是排便会有窘迫的感觉 所以这是不一定 所以说如果说你今天 就是像这样子 可能新闻上一个案例来说 如果说它就纯粹买止血药 也不会好的话 本来就是应该进一步到肠胃科 或是妇产科做检查 了解 这感觉好可怕哦 事情好像会变得很严重 那后来还怎么长沾黏 就是还蛮可怕的 这个发生的几率很高吗 因为你如果长期就是 经血没有排干净 它就局部是属于 就是不是身体的正常状况 它就会造成一个慢性发炎嘛 那你如果在肠胃啊 就是会是在子宫卵巢的附近啊 就是你长期发炎 它重新修复之后 就很容易造成就是沾黏 那沾黏的话就是如果你是在疏软管软巢那边就会影响排卵 如果你在肠胃的沾黏就会 例如说容易胀气或者是说你的排便的状况会改变 就是跟原本不一样 那我们比较常听到这个子宫内膜异味 其实就是这两种对不对 巧克力囊种跟子宫腺急诊 巧克力囊种听到很多人讲 这个是可以完全治疗好的吗 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它是比较小的 是有机会用中药去 例如说包括搭配针州去调令 但如果它是例如说四公分五公分 然后它又急着怀孕的话 其实这个可能要搭配中西医去积极治疗 OK 那子宫腺积症呢 腺积症它这个部分也是跟以后就是想生小孩有点关系 腺积症通常是蛮痛的 因为它是内膜异味的细胞 跑到子宫的肌肉层里面 所以它就是跟着洲级冲血 可是因为你是在肌肉层里面 所以是排不出来的 对 是没有办法排出来 而且它慢慢的冲血冲血 然后你如果不去积极的去调它 就是会增后 那增后相对里面的子宫腔 就三角形的子宫腔就会变小 然后就会影响你以后要怀孕 孕育胎儿的环境这样子 所以如果是有这种状况 其实就是还想要怀孕的话 其实都一定要那个做调理是不是 对 或者是说有一些手 例如说像巧克力囊肿这个手术的话 可能你就是开刀后 就是稍微休养一下 就要积极调理做怀孕 因为还是有可能反复发作 它这个是会一直在发作 那会不会就是说你生完小孩就好了呢 你在怀孕的过程中 就是不管你是子宫肌瘤啊 腺积症或是巧克力囊肿 那因为就是这时候会得到暂时的休息 没有好好的调养跟找情绪的出口 或是没有适当的运动 其实都会影响到 所以就是要从根本来做 当女生真的很不容易 对 就是说你就是反正也要顾好 顾好它就不会发 那你一发后面就容易复发 我觉得预防是最重要的 对 因为一旦长了就是阻止会比较困难 相关 就可能会试着稍微吓一下 下一下他们这样子 就是会比较容易听话一点 有吗 有吗 还是会偷吃一点 但会吃少一点 就是至少少吃一点 比较重养生 对 因为现在也都晚婚 所以晚婚就晚生 那你的子宫年纪就会 真的也有点大 对不对 如果你提早老化 然后又比较晚婚的话 这样真的是一个双重压力 没错 所以就是要 让你子宫的年纪 也要保持年轻就对了 现在不只是外在要 动力 动力 对 所以子宫也要努力的抗老化 这样才能 维持你要有的这个功能 你要生小孩也好 然后维持你要的女人位 这也要靠她 所以所有的女性的功能 都是要靠她 那你就是真的要很注意 这个保养的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教大家 这个护工五大招 对 护工就是我们的子宫 这五大招你要把它学起来 像第一个这个温性食物 我们已经一再地强调了 对不对 就是不要再吃寒凉的食物 这是很基本的 我们要再怎样的提醒大家 才会记得呢 那其实就是我觉得很简单 大家只要记得水果就好 因为水果不可能加姜嘛 那其实如果像凉性或寒性的蔬菜 例如说像苦瓜 大白菜 你只要不是天天吃 像例如说丝瓜 空心菜 这些比较凉性的 其实你在烹调上可以加一点姜 像嫩姜啊 然后如果你体质比较虚寒 可以加点老姜 那这样子呢 其实就可以平衡凉性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记住 就是冰品跟水果类的 那其实冰品就是冰饮料 就尽量吹点冷气 然后可以去冰或是退冰的饮料 如果真的觉得非常热的话 好 那再来呢 像西瓜 水梨 然后中间姐会吃到的柚子 还有我们常常觉得 可以减肥的葡萄柚 然后或者是说火龙果啊 然后石莲花芦荟这一些饮品 相关的饮品或者是直接吃 那其实这个部分呢 可能要减少次数 了解 尤其在旌旗的时候 尽量不要碰这样子 好的 这是最基本吃的方面呢 一定要注意自己保养的部分 待会儿回来呢 我们再继续分享 还有四大招 欢迎回来 我们要变成 变身超吸精的自然系美女 一定要懂得护工五大招啦 护工不是护老工的工 护自己子工的工 一定要把这里顾好 才会自然的漂亮 对不对 所以刚刚讲说 这个温系的食物啊 要多吃 那含系的食物就不要吃 不要吃那些含冷的 再来呢 第二点 我觉得所有的女生 一定要学 放轻松 要注意情绪调节 其实就是我觉得 现在女生就是 压力真的很大 因为你又要顾小孩 顾老公 然后又要顾工作 其实都是很辛苦的 那我觉得就是 你可以找自己 可以抒压的方式 因为刚刚节目中 都有聊到说 压力其实会造成 对子宫啊 软潮 提早的老化 收缩不良 排不干净 筋痛 或是金钱症候群 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说像我自己 如果就是觉得 很忙的时候 或是可能今天 就忙到可能 连喝水时间 都很少的时候 我可能会告诉自己 没关系 我再过一阵子 就可以去法国了 可是我会给自己 一个小期许 太开心 没关系 再过几天 就可以跟朋友聚会了 对 就是或者是说 我可能会让自己 有适当的运动 像我比较喜欢去 健身房 走跑步机 因为我觉得流汗 对我来讲 是一种适当的输压 而且流汗 排汗还可以消水肿 对 所以就是要找到 那个情绪调节 最怕的女生 就是一个 闷在心里 闷在心里是一种 还有一种 就是不断的在发泄 也一直有在发泄 那是还蛮烦的 就是那一种 边做边念的 我真的很忙 你知道我点一下 还要干嘛 我点 我等一下 就是一直念 然后她也变得很躁郁 对 你会觉得在她旁边很紧张 因为她是控制欲很强 所以这一种 我觉得也不好 因为中医人说 干气就是湿疏血 例如说过头 就是易怒焦虑 然后如果干气郁节 就是容易低落 很闷 对 所以其实过头 或者是过亢奋 就是过低落 这都不好 对 反正就是要找到 让自己快乐的方式 放松的方式 都OK 好 那第三个呢 就是旌旗的保养 要改善妇科问题的 穴位按摩 非常爱按摩的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自己来学一下 好 有三穴合力来护工 第一个是观圆穴 观圆穴的部分 其实就是三个穴位 很简单 观圆穴的话 在肚脐下面的四肢手指头 就是自己 就是比一下肚脐 然后下面四肢手指头这边 那平常呢 就是可以用大拇指去按压 然后呢 这个穴位呢 心理长按 其实还可以就是 瘦小腹 然后可以消脏器排速变 然后对妇科也好 因为观圆是 关注人的元气 所以说这个部分呢 对生殖功能呢 包括筋痛 或者是有一些 不孕症的条理都有效 OK 所以这个是多久按一次 这个其实就是穴位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技法就是你也可以 就是一次大概按五秒 然后呢重复二十次这样子 深层的按压 有点酸胀的感觉 OK 要深层就是要按蛮大力的吧 对 就是酸胀的感觉 或者是说你家的那种就是按摩穴位的棒子 或者是像其一笔后面圆的头 也可以帮忙按压这样 OK 好 所以第一个是关圆穴可以按一下 还有一个钛冲穴 钛冲穴它是属于肝 肝筋的 所以其实如果是压力大造成的一些 惊奇的症状啊 这些都是可以缓解 尤其是我们在洗澡之后 是泡脚的时候 就是可以顺便按压这个穴位 在我们的夹脚拖鞋的区域 就是相当于手的弧口这个区域 就是脚的部分这样子 那你家就在 可以在那个夹脚拖上面 就是粘一个什么东西 每天就可以按一下按一下 告诉自己不要太冲 可以这么说 不要太冲动 对 很好记 对 那再来是三阴胶 那三阴胶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穴位 它是我们人三个阴面的经络 就是肝筋 脾筋 圣筋的交汇 所以长按这个可以 除了调节子宫的收缩 保养妇科之外 还可以消下半身的水重 然后呢 也可以抗衰老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穴位 那它找的方法呢 很简单 就是在你的脚的内怀 就是内侧这边 然后比四肢手指头 就是中医的三寸 那四肢手指头之后呢 在骨头的内侧 一个按压凹陷处 就是骨头内侧这边 然后你可以用大拇指按压 那一样呢 是按五秒 然后放松之后呢 你可以重复二十下这样子 还蛮酸的耶 你就是按到酸胀 对 那如果说像有时候 有一些妇科疾病的人 会发觉 或是脚很胀的人 会发觉这个穴位 有一个经节 或是按下去特别酸 反正就是要有一点点 酸酸胀胀的感觉才是 你又按到就对了 对 才有到穴位的穴点 也不用按到噩尘吧 不用按到噩尘啊 就是 对 其实就是酸胀的感觉 然后尤其是在我们洗澡 身体很温热的时候 循环最好的时候 要去按摩更好 对啊 所以就做 脚底按摩的时候 按完怎么 整只脚都噩尘 就是也按太大力了吧 不用这样 如果你其实 你如果没有很大力按 它就噩尘 那表示说 你本身气血循环就很差 所以有可能是那一阵子 比较差一点 才会这样子 对 所以呢 就要来适当的做运动啦 那这个适当运动 就是一个规律性的 运动习惯 对 因为其实像我们 其实久坐啊 久站或是有些人就是 常常就是躺着 就是都不太爱动的话 因为我们做久了 其实气血循环不好 那其实骨盆腔这里的 气血循环不好 就会有一堆复刻的疾病 那包括我们 就是我们中医就讲说 气血循环不好 气质血瘀嘛 就是说你的 就是代谢肺物容易沉积 那自然的我们身体 也容易痠痛 子宫呢 也容易长东西 所以说就是不管 你要预防复刻的疾病的话 其实可以就是多走路多动 然后促进骨盆腔的循环 然后或是做一些 扭动的运动啊 只要是让骨盆腔 这边有动起来 腰部啊 还有下半身有动起来 其实对骨盆腔的循环 都是好的 所以我们不用怕什么 胃下垂啊 什么止空下垂啊 这一些 如果说 当然你不要说在 旌旗来的时候 还就是用力而跑步 或者是刚吃饱的时候 还就是用力跑步 那其他的部分 其实是OK的 就还好 对 因为就是会听她讲说 是自然产吗 还是之后 如果是你太剧烈的运动 好像会下垂是不是 你通常要等到一个多月之后 会比较适合 然后从快走开始 然后慢慢的再恢复跑步 就一开始是以就是多走动 然后例如说在床上坐一些空中脚踏车 一些简单的运动为主 才比较不会让那个子宫容易下垂 因为那时候你刚生产完 子宫的韧带是最松弛的状态 而且现在有一个东西 就是它很妙 就是你站上去 它就疯狂摇摆 然后全身震动 我都觉得我的脑都在动 就是它的震力非常的强 这种东西好吗 它是比较被动的运动 这是辅助啦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主动的运动 然后肌肉真的有在收缩 是更重要的 所以要自己动好吗 然后再来就是女生保暖 最重要的地方是腹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肚子 绝对不要吹到风这件事吗 因为现在就是有很多人 就是传到漏肚脐的 然后或者是说就是 肠吃冰 肠吃冰的话其实 因为肚脐以下 下腹部是那个腹科 就是骨盆腔这边的 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呢我常常跟我病人讲说 你洗澡的时候啊 就其实你没有筋痛 平常也是可以稍微保养一下 旌旗快来的时候 你洗澡的时候 就是可以顺便用热水 不要太烫 然后顺便冲一下下腹部这边 然后呢旌旗前一周 或是说旌旗来的时候 可以用一点暖暖包 当然你不要烫到 就是不要超过15分钟 或是有那种暖淡嘛 就是可以敷一下下腹部 就是盖住那个刚刚所谓的官员穴那边 或者是你可以用吹风机 就是最简单就是吹风机 你今天吹头发的时候 吹头发的时候就顺便吹一下腹部 那你如果怕太烫 你可以就是用比较低温的 低温的然后低风速的 然后吹至少隔一个拳头以上 所以那意思是说每天洗完澡 就可以吹一下肚子 当作保养是不是 你吹头发的时候顺便吹这边 对 就是不要太烫 然后你如果更怕烫 可以再离远一点 OK 可能吹个三分钟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保养肚子的方法 对 就是吹风机暖功法 听起来不错 因为其实说真的 比较实用 肚子暖了真的身体就不会冷 而且妈妈说的话真的是真的 妈妈说你肚子吹得 后来就写肝蒙 所以年轻的时候 就是不听妈妈的话 就是想要穿那个也是漏肚脐 真的一出去吹到风麻的感觉 那这就觉得妈妈的话 真的是真言 而且你容易就是 像有些人体质比较敏感的人 甚至就是吹到冷气 或者是电风上吹着 他会容易拉肚子 所以肚子一定要记得保暖 那我们现场还有一个 暖功的一个茶饮 叫做补气暖功茶饮 其实就是蜂蜜浆茶 要推荐给大家 要怎么做呢 其实蜂蜜浆茶非常非常的简单 就是这个部分呢 其实你就是用嫩浆切六片 那如果说你体质是就是很虚寒 就非常非常怕冷的人 你可以用老姜 然后你这时候你把锅中 就是用五碗的冷水 然后跟姜片同煮到沸腾 然后呢你倒进去之后呢 你就一个人的喜好 然后就是稍微就是蜂蜜 就是搅拌一下就可以了 当然就是说 因为蜂蜜它毕竟是蛋白质 所以说你的姜茶可以稍微放凉一点点 然后再搅拌 对对对 因为蜂蜜不能太热的时候去用它 要不然它就等于是没有功能了 因为它是蛋白质结果会被破坏 而且蜂蜜它可以补皮肺之气 就是对于气管还有对肠胃 就是像我们旌旗来的时候 人也会比较累 然后会比较好 然后呢蜂蜜其实它可以就是润燥 所以它可以护肤 然后也可以帮助我们排便顺畅 个人也是非常爱蜂蜜 而且这样喝笔蛋喝姜茶好喝很多 因为它有一点甜味嘛对不对 因为只喝姜茶会觉得好辣 很辣 对但是其实蜂蜜它其实有很多营养素 然后它其实也是一个中药材 所以呢其实这样加在一起 就是不但好喝又很养生 对所以平常要保护自己的子宫 也可以多喝这个姜茶 而且就是让你暖暖的 那另外这个旁边这个是黑糖 对那其实黑糖它的热量比起来 这边就是有提到说 其实100克的黑糖 它的热量是375大卡 然后100克的蜂蜜 它热量是294大卡 所以其实蜂蜜比起来是比较低的 但是其实它们效用上不太一样 其实黑糖的部分 它是比较有一个活血化瘀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的状况是有一些筋痛 或者是有血块的状况的话 或是产后有一些恶禄的话 其实是可以使用黑糖 然后去搭配姜来变成黑糖姜茶的 那可是呢如果说你今天不会太痛 然后只是MC来 纯粹的比较疲倦一点 然后或是说有一些便秘的问题 这时候你就可以用蜂蜜姜茶来处理 然后其实蜂蜜的热量也稍微再低一点点 对就看你的严重的状况 对而且这两个东西都是生活上比较好取得 不用再特别去中药材行去买的 对想要变身自然系美女呢 就来跟张医师多多学习 本身呢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政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你美女来到我们的现场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喔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谢谢